日產汽車打出了集團有史以來 暢銷車款裡面最大的一次革新 特別推出了由里到外 全面升級的2016年新造型 標榜不只是外型搶眼 馬力大 同時安全性也更高 目標要和其他廠牌的同級車款 來一較高下 有超大V字型水箱護照 正面外觀超搶眼 而迴旋飛鏢造型的車頭燈 更是沉穩內斂 深藏不露 再加上前後兩邊 厚實的防撞保險桿 更讓人感覺穩健又安全 這就是全新的2016年款 日產Ultima 能透過充滿運動氣息的新設計 將風阻係數從0.29cd降到0.26cd 操控更加自如 這是很興奮的設計 它很新鮮 它看起來很獨特 很獨特 第二 我們使用的工具 窗戶剪裂 非常柔軟 但也就是車子很鮮 不只外觀顯眼 遠遠一看就知道 更棒的是新車款還加入多種安全預警系統 包括預知前方撞擊警示 盲點警示 緊急狀況前煞車 智慧定速續航控制 以及後置側面來車警示系統等 前所未有的安全升級 這次全部一次到位 前方撞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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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獨特的項目 在這個項目 在這項目 所以我們也很興奮 帶來這項目 兼具外觀與安全之外 更讓人歡喜的是 2016年款的日產Otima 2.5公升的引擎 高速公路的燃油效率 可達每加輪39英里 遠遠超越其他同級中型轎車車款 因此也歡迎更多有興趣的民眾 上日產北美汽車官網查詢 東文新聞李仲堯 葉紅志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正確中 在洛杉磯的採訪